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怡婷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新北 吃名厨郭主义的 刷萎香辣馅 秘方调制的绿色麻辣锅 香麻带劲 非常过瘾 以及台北北头炸弹葱油饼 膨胀浮夸的饼皮外形 吸引人目光 台北市灵热腾腾的生煎包 是米其林好滋味 新北金山万里的海底温泉 瞭望极致景色之余 还能够品尝道地的台菜料理 台东县政府推动食物银行计划 帮助弱势族群 让善意不断循环 说到了川菜达人都会想到 以美食料理节目闻名的名厨郭主义 他在新北板桥开了一间川菜馆 经营了20年 做的是有声有色 不过前年底突然遭逢丧女之痛 让他几近崩溃 后来靠着时间劳商 开始研发了很多种的新菜色 像是香Q弹鸭的啤酒鸭 还有味道浓郁刷嘴的香辣蟹 以及用三种蔬菜 以及秘密配方调制的绿色麻辣锅 吃起来是非常的清香 又含有香麻的层次感 口味非常的独特 传传最新的菜色 我个人蛮喜欢的 特别下班 不容易定得到位置 好早就约朋友 定了有位置才过来 我们是真的是藏过来的 粉丝啦 后比赛粉丝的特别 马上来 马上来 用餐时间一到 厨房正火热忙着 熟悉的声音举语气 他是人称狗追赛的名厨郭主义 过去上遍各大节目 也一直用心经营自己的春菜餐厅 好早已来到 几乎每桌都有一份招牌烤鱼 郭主义层层坚持地用心 客人感受得到 也因为如此 他在新北市板桥 营业将近20年的春菜馆 早已累积大批此中顾客 因为他有几道菜我都蛮喜欢的 东西又很新鲜 所以我很喜欢 差不多一个月来两次以上 我觉得要有香口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川味 他们家呢 够 这个味道够 客人口中的好滋味 由使用大量香料 炒到香口外酥 味道浓郁的香辣蟹 将鸭肉与啤酒一同炖煮 外酥内嫩的啤酒鸭 鲜甜酥脆 每一颗都争负咸淡黄的金沙玉莉 还有用独家秘方做成的红色及绿色 两种独特风味的麻辣火锅 用醉菜拿手川菜一道接一道 每一样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夫菜 做一个融成香辣蟹 川菜的话它用 都是用干辣椒比较多 香味就取决什么呢 干辣椒把它切成丝状 等下吃起来就可以了 将每一只小螃蟹炸到金黄酥脆 再拌炒红葱头及多种辣椒 炉火烹三十多种调味料 就如同它的调色盘 等待做出美味酱料 曾让锅中不停翻炒的螃蟹 每一只都能吸附着香浓酱汁 用泡辣椒与辣椒酱炒出香气 再倒入啤酒下去收 啤酒可以软化做麦香味的味道 这道啤酒鸭 炫出花椒油花椒粒的香味 鸭肉馨的香Q彈牙不甘柴 入口清香 还带有一股啤酒清香 我之前有在重庆吃过 但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道理 跟他们重庆的味道是很美 几乎一样 橱林超过四十年 郭主义的好手艺让客人散不绝口 一道道经典烙里 在全菜界闯出响亮名号 一面一面的奖牌笑着往身上挂 茶汁战机有多惊人 高达两百多面 多到餐厅的墙上 也只能摆得下一小部分 从十三岁就立下志愿 要当个大厨师 从台南直升北上拜师学艺 但十八年前母亲离癌 父亲习近梗塞 两老因为住院留下庞大的医药费 当时为了养育三个小孩 他再苦也只能撑下去 大概那时候银行签了一百多万 变成卡 还遇到我爸爸妈妈两个人 相继三个月两个都不见了 那真的好痛 好痛 好痛 他只能靠时间慢慢抚平 双亲离世的伤痛 当时原以为开餐厅 能让家里经济慢慢豪转 但乌漏偏逢连夜雨 没想到开业才两年 又被倒汇快两百万 让他又被推向更痛苦的深渊 本来想把车开到冲到底下 他说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老婆 说老婆你要把小孩子顾好 把餐厅顾好 我很对不起你这样这样这样 那时候真的不想 不想这样很痛 那天真的很忙 他就一通电话回来 跟我讲说 对不起啊 怎样 我连天我都不想听 我忙得要命的我不想听了 你回来再说吧 对啊 我就把电话挂了 在老婆理性面对 即有人规犬下 郭主义一个转念打消了念头 才发现一路走来 身边其实有很多贵人情义相挺 我以前我遗仗给我一句话 你要怎么有什么收获就先怎么栽 就努力再努力再努力再耕耘 这是最重要 带着满满感激走过低潮 经过十多年的磨练 从默默无闻的厨师 变成名厨 以为一家人终于苦尽甘来 没想到后来又历经爱女 轻身的打击 那一天呢 突然说找不到 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找了半个多小时 我说好 不然就 就另外骑我 骑另外的车子过去 结果去就看到我女儿 那你只有亲眼看到 然后抱下来那一扇 那好痛 好痛 回想起抚育多年的宝妹女儿 就这样天人勇哥 郭主义至今仍无法相信 这是事实 其实那一阵子我 第一个月 不敢来成定 都是我老婆成定 那后来我老婆还找了朋友 到我家里去跟我聊天 就跟我开导 后来我想一想 我不能放我老婆在这里 那我就努力地站出来 对 对 心头的一块肉被硬生生刨去 留下的空洞难以填补 郭主义将悲痛化作音符 思念爱女的心情变成了一首歌 然后她说我坐在家里 在边哭边哭 一直哭 一直想 不晓得我为她做什么事情 我坐在沙发站我就想说不然 我来 这首歌 不太感情这首歌 一直想说好不容易成家了 好不容易可以办个婚礼 新娘礼服也都办她准备好了 她没有办法看 只是我最大的女孩 未能完成的遗憾 成了母亲永远的痛 为了不想让女儿有挂碍 夫妻俩将这些伤痛 都转化为一对困境的力量 老客人看在眼里也惊世不舍 来社会支持她 来吃东西支持她 因为她走到低潮 她还是会有一些低落的时候 我们就来帮忙她 这样陪伴走过来 她做那个菜都很用心 她把食材跟味道都做出来 然后让我们吃到说 这个东西很值得 老客人的陪伴相挺 让她即便经历生命的齐齐呼呼 仍有力让重新认起 研发更多心态 离麻辣了 可以讲说我第一个研发出来了 葱绿也是全是绿色的 葱绿是要它也是它的香味 韭菜呢要它的颜色 炒到一后十分钟喔 为什么要炒那么久呢 因为要把它水分炒掉 然后还有把它尖色味炒掉 炒到变香的味道 变甜的味道出来 用三种蔬菜 集体练三小时的秘密匹方 作为它绿色麻辣锅的基底 还加入新鲜的花椒粒增加麻味 一般呢你们大概在吃的话 都是红色的麻辣锅对不对 那我这边呢是绿色 你看到这个汤 都是绿色的 这用各种蔬菜呢 下去炒出的造成出来的 那整个香味回家 这个绿色的麻辣 去蒜的麻辣 海鲜最对味的 带有层次的麻辣香味 搭配蔬菜的香 以川味灵魂为核心 做出的独特风味 口感清爽解腻 另一旁的红色青柔麻辣锅 以天然植物性油体味 没加入牛油 依然能呈现经典川味的麻辣汤底 汤头越吃越香浓 郭主毅也将这川味精髓的味道 传承给儿子郭里贤 酱油的七个 然后泡菜三个 郭主毅欣慰 经历宝贝女儿的离世 儿子在一夕之间长大了 但对于一家人来说 不论时间过了多久 永远保留着大女儿的位置 我跟她说 她永远是我的宝贝 她永远到心里 这个缺 这永远都不是一个空缺 我心里都是有她的位置 對 她永远... 我心里缺了一脚 但没关系 因为是让我们干不到 但是她看得到我们 我们要活得更快乐 不要让她担心 即便再痛 父亲老人坚守指甲殿 郭主毅料理中的酸甜苦辣 就像倒进她的人生百味 回首往事半辈子的心碰打拼 又经历痴情临续的伤痛 坦然面对人生起伏 一家人稀少童心 要连同对大女儿的那份爱 坚强的用心坚弄下去 川菜是我的生命共同体 不会用一辈子的耐心 用心 爱心 待会儿做得好 联系参见 这事不对大夫之后 通常是想问的 通常是家人蝎山 适与我 因为我们彻底下 零蝎山 最后 离世